更重要的一个车型就是我身后这个宝蓝色的 目前还有好多人在体验的 Model 3的Performance的版本 Performance的版本它中文的话 可以把它理解成是Model 3的一个高性能版 之前我们在直播预告当中也给大家提过 它的这个高性能 它的高性能到底会体现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和普通的刚刚我们说过的 这个红色的Model 3的一个区别 乍一眼看上去似乎这个高性能版 Performance的版本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车尾 我们来看一下它和这个普通的Model 3 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性的区别 就是在这一根红线 普通的Model 3是没有这一根红线的 那么如果说您看到有红线的版本的话 就说明它就是一个高性能的版本 除此之外 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细节的区别 其实它的轮毂也是有不一样的一个设计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整体的轮毂的设计 也是一个全新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包括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刹车的一个卡前 我们可以发现和一般的车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 那就是在于我们发现没有 它没有仪表盘 整个Model 3都是没有仪表盘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它把更多的空间 可能是提供给了一个驾驶员 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视野 那么既然它没有仪表盘 但是它在这样一个区域 有一排空隙 这个倒不是设计的失误 而是它是一个隐藏的空调 所以说我们也看不到 任何的一个空调的出风口 其实空调就是从这边进行一个出风的 那么既然它没有仪表盘 那么它是如何 我如何控制 hold住这一辆特斯拉的汽车呢 其实它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超大的 一个中控的液晶屏 这个液晶屏简单来说 它可以感应到一个驾驶员 包括自带的一个全地图的一个模式 包括还能够找到各种红色的点 它就是一个充电桩的位置 也能够帮助大家最快的找到一个充电的位置 在这个空气系统系统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后视镜 有方向盘 这个东西如何进行一个操控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点击一下方向盘 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 我控制方向盘的一个界面了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滚珠 我滚动这个滚珠 我的方向盘就可以自动的调整 那么也就便于 能够操纵者驾驶员 能够有一个最舒适的体验 包括我在往这边拉 同样控制这个保珠 我们可以发现 方向盘也是可以伸进伸出的 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左边的这个后视镜 同样还是控制 还是通过刚才的这样一个滚珠 我们可以发现 整个后视镜打开了 然后后视镜的内镜片 开始往内侧转动了 它的这个车头 由于它这个内部的空间里面 它其实是不会放这个发动机的 所以说它里面可以放 大约一个登机箱左右的 这个容器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一旦呢 发生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 或者说如果出现追尾情况的话呢 它比一般的车辆 会有一个更好的 一个防撞的一个性能 因为它前面的车头的位置 它没有发动机 所以说它可以起到 一定的缓冲的作用